中国社会非常的躁动 一直到现在来讲 很多都是这种叫一哄而上 一哄而散 当一个事情特别好的时候 大家都冲江进来 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样的这种性质来讲 做企业是非常长线的 做研究需要匠人精神 将心注入非常长线的 没有这样的意识 总是希望叫快进快出 是吧 Quick reach Quick success 中国什么东西都是速度快 都是速度快 我们到各种国际场合来讲的话 大家都向中国学习 说You guys are so fast 但是呢 这个很多时候来讲的话 这个fast带来了 low quality no original idea no R&D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 15年前我跟大家讲 我们做早期企业投资的时候 是曾经寻找过原创技术的 但是中国几乎没有人去做原创技术 为什么 只要做出来 就被抢西掉了 代码写好了 就被抢西掉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这种现象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的这个研发来讲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呢 我的如果一个竞争对手 他是做一种项目制 他给一个定制化成分很高 他做了个项目 他可能一笔赚上来几千万 我这个研发产品化的工作来讲的话 他需要很长时间的打磨 但是我一旦做好了 我可以像比尔盖茨似的类似 开始印钱 对吧 卖给很多人 当然也得假定保护知识产权 别把我就给偷走了 对吧 所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来讲 原创的科技 就是真正有资源 无论是创始人 把自己的心智 把自己的时间 青春投入到这样的这种 匠人精神的研发之中 还是研究机 还是创投机构 天使投资人 能够把稀缺的资源 对接到这些科技创新之中 都非常的少 所以当时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那15年之后来讲 春天来了 我觉得今天来讲 就是这个春天来了的一个 一个标志